请坐 感谢主我们这次灵恩会的主题 是更丰盛的生命 那我们在布道会讲到生命的起点 生命的旅程 然后我们灵恩会也要来谈生命的各个方向 各个主题 我想我们早上就来谈第一个叫生命的长度 然后下午会来讲生命的宽度 然后再来讲生命的高度 然后最后讲生命的深度 然后我们也会讲到生命的深度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一个物体会有这种长宽高深四个向度来讨论 那早上我们先来讲生命的长度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一般来讲长度 好像很长 那是不是讲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很久 当然我们人都是希望能够长寿 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 就祝你活到120岁 这个大家用台湾话讲比较好玩 祝你活到百里 就是120岁就是百里 就是120岁 当然我们现在一般人都会活到70岁 强壮的活到80岁 但是现在听说平均寿命已经活到85岁了 而且女性同胞比男性活得更久 当然为什么男性会比较短命 女的会比较长寿呢 有人说因为女的会哭 会哭会抒发情绪 那么他就会比较长寿 男人不太会哭 没有哭就是内伤 就会比较短命 所以有人说男人要学习会哭 会哭就会释放 释放他的情绪 当然我们都说 能够长寿 长命百岁 这个是很有福气的人 但是我又想想 如果一个人长寿可是得了阿兹海默症 那个就不好了 因为阿兹们就是失智了 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所以这样的长寿其实是痛苦的 所以我都希望说我如果长寿一定要健康 感谢神啊我这次来到我们家会看到很多长辈 很健康的活着我真的很高兴 因为这就是长寿加上健康 当然我们说生命的长度 希望我们活得很长寿但是要健康 可是呢我们除了身体健康以外 生命的长度更需要有生命的价值 如果人活得很久可是生命却没有价值 或者是生命也没有什么贡献的话 那这样的生命活得很久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呀 所以我们要活得久 我们要有贡献 那这样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生命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就想到圣经啊曾经记载了 一个年代的人都活到八百多岁九百多岁 哇都很长寿啊 但是只有一个人啊却活得最短 甚至不到他们的一半的寿命 那个人啊就叫做以诺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章 我们先看前面第一代的人类就是亚当 我们看亚当活到几岁呢 他整个年纪啊亚当啊啊活到了 哇很老的啊九百多岁 我们来看亚当活了几岁 第五章第五节 创世纪第五节 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 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 那亚当后来又生了孩子叫做赛特 那赛特活了几岁呢 我们看第八节 赛特又活了九百一十二岁就死了 所以我们如果再续续看啊 每一代每一代的人都活了九百多岁 活到的活到八百多岁 可是只有一个人活到很少的岁数 就是二十一节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图撒拉 二十二 以诺生马图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二十三 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二十四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 他就不再世了 所以这里看到以诺只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真的啊 跟他前面跟后面的人的寿命啊 都不到一半啊 所以他是这个年代里面活得最短的寿命 但是我们却觉得他的生命是最有价值的 我们来比较之下啊 其他的人都活到九百多岁啊八百多岁 但是最后的结局就是就死了 因为他们的寿命到最后一天还是死亡 而这个死亡就是因为原来人类犯了罪 啊罪就进入世界 那罪的工价就是死亡 然后人就死了 但是只有到以诺的时候 他虽然只活到三百六十五岁 但是圣经却记载他就不在世上了 因为神把他取去啊 那走了 然后活在天上 所以他没有死亡 因为他是被神活活的接到天上去 啊那他就活活的接到天上没有经过死亡 啊这就是他的生命是最有价值的 虽然他的地面上只有三百六十五岁 可是他却没有经过死亡 啊能够被神接到天上去 那为什么他能够被神接到天上去 没有经过死亡呢 因为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啊 那么跟神同行三百年 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哦 首先三百年啊就是很长的时间了 我们说与神同行三天 或是三年或三十年 可是这些都是短的时间 要三百年都能够与神同行 这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这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因为三百年是很长的时间 因为三百年是很长的时间 好那再来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 啊与神同行就是能够跟神一起走路 就是跟神一起讲话 因为我们说两个人要一起走路 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那有共同的destination 有共同要去的地方 我们才会一起走路 所以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然后再来他们一起走路 一定会一起讲话 所以他们能够互相沟通 而且两个人一定要同心 因为要同心的人啊 同一个心才能够一起走路啊 然后彼此互相沟通 然后因为一起走路 所以互相可以帮助 一个人跌倒了 另外一个人可以把他扶起来 所以说 以诺啊能够跟神同行 表示 他能够跟神的心是一样的心 然后他跟神有一样的目标 然后他跟神走路的速度 是一样的速度 因为他不能走太快 如果他走太快啊 就把神落到后面了 那这样他就不能够跟神同行 当然他也不能走太慢 如果神在前走路 如果你走太慢 就跟神落后了 所以这样的话也不能够跟神同行 所以你走路的速度要跟神一样 才能够跟神同行 所以这样表达出 这个以诺的生活态度 跟神是一样的步调啊 那这样他就跟神能够一起走路 所以他的生活的步调要跟神一样的速度 所以他能够与神同行三百年 因此呢他的生命啊得到最丰盛的表达方式 因此他最后三百年以后 他一共只有三百六十五岁 人就把他活活的拿接到天上去 住在天上的国度里 这就是以诺的生命啊最有价值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生命啊能够学习像以诺一样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用追求 哦我要长命百岁 我要活到很久很久 甚至你可以活到八百多岁九百多岁 但是这些还不是最好的 因为最后都是死了 但是我们如果活到能够跟神同行 那我们的生命虽然短一点 可是这个是最有价值的生命 这也是我们说在属灵上 它是一个最长的生命 因为他已经没有经过死亡 他已经活在天上是永远的生命了 所以谁的生命最久 不是那些八百多岁九百多岁的人 而是那个跟神永远住在一起 永远的生命的人 那个才是最久的生命 所以我们说生命的长度 应该追求这种永远与神同行 与神同在的那种永远的生命 好那今天我们还活在世上 我们第一个就要来数算自己的日子 我们来看诗篇九十篇 诗篇九十篇 十二节 诗篇九十篇十二节 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这里是摩西写的诗歌 摩西在诗篇里面只有写了这个诗歌 那么摩西就对神说了 神啊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那么前面他有说一般人活到七十岁 然后强壮的可以活到八十岁 但是其中可以惊夸的不过是劳苦跟酬烦 我们就转眼成空如飞而去 第十节 所以这些是人的生命啊 就是最后是虚空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神祈求 神啊求祢教导我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 这个数算日子并不是数算那个一年两年三年的那个数字上的日子 啊因为这个值不是真的我们刚刚也讲了 真的人的生命不在于那些数字啊多少年多少年的寿命 啊 because our live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how we number the exact numberings of our years 这里解的数算日子就是说 数算我日子的本质它的品质好不好啊 啊 but rather you're trying to evaluate whether your quality 就是说我每一天的过着日子的品质好吗 so whether or not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is good 如果我每天的过的品质是老虎跟酬烦 if our quality of life is full of labor and toil 啊这个日子是苦的 then that is a bitter life 啊那这个生命啊也会很很很负担很大 and the burden of this life is very great 这个就不快乐的 and this is not a joyful life 可是呢如果我们生的品质是喜乐的 啊 but if our quality of life is full of joy 啊是充实的有价值的 啊 and it is full of value 啊是有很多的贡献 啊 and there are a lot of contributions 而且跟神能够同行 and we can walk with god 那这个生命的品质很高很有价值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s very great and there is a lot of value 那这样就是一个智慧的心啊能够来过这样的好的生活品质 and this life of wisdom will be able to help you have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所以这就是要求神啊指教我们如何来过好的生活品质 so we have to ask god how we can live a better life with a better quality 所以我们每一天啊活在世上啊 我们不是啊浑浑噩迷迷糊糊的过日子 so every day in life we are not trying to live it without knowing what we're doing 啊也不是在浪费时间了浪费光阴 and we're also not trying to waste our time 我们应该把每一个时间啊都当作是宝贵的 and rather we should make sure that all our time that we have is precious 所以我们每一个时刻啊 就用心的来过每一个时刻的时间 so that we attentively use up every time every all the time that we have 所以说我们人在哪里 我们就专心做现在的啊做的事情 so where we are now we have to do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to do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教会聚会 so for example we come here to church to worship so for example we come here to church to worship 那我们今天来聚会啦 and we come here for service 那我们的心就要放在这里 so then our hearts need to be here 所以我们在听啊讲台上讲神的话语 so when we're listening to the word of god 我们要专心听 we have to pay attentively 然后我们就把神的话记在心里 so listen attentively and we have to keep the word of god in our hearts 啊就像刚刚梁传道讲的哈 啊找到会讲的说 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 那这样我们的心啊就不会啊去偏离神 so then our hearts will not depart from god 那今天啊我们这个时刻 我们就专心在教会来听神的话语 so that today we can be her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word of god 那今天整天的聚会一直到晚上 and today our entire service will last until the night 那我们的心就完全跟神在一起 and our hearts will always be with god so到今天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 so that tonight when we return to our home 你会觉得啊今天的日子真的很有品质 you'll think that oh today was a day of full quality 啊因为我已经得到神的话语 because i have received the word of god 我跟神更亲近了 and i've been closer to god 啊所以今天可以好好的睡觉 so that tonight i can sleep sound so that tonight i can sleep sound 今天啊今天是有智慧的心 so today we should have this of wisdom of heart of wisdom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已经过好每一天的日子了 so this is the way that we should live our lives 那我们每天都能够这样过 and if every day we can live our lives like this 每一天都很充实 then we are all very fulfilled 然后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这么的快乐的过日子 and every day we can joyfully live our lives 到了有一天我们重视要离开世界 我们也不会觉得遗憾 until that day when we leave this world we will not be regret no regrets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觉得很满足啊 because every day we feel we feel satisfied 所以这就是要数算自己的日子 so that is what it means to count our own days 啊就是让我们每一天有好的品质 so that every day we live a life full of quality 啊所以呢这就是摩西的祷告 and this is the prayer of Moses 啊可是呢我们又说 可是我们都说要追求品质 可是为什么我们人常常会忘记这个品质 啊要追求的 and we say that we need to pursue this type of quality but why is it that we forget to do so 因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还会 迷迷糊糊在过日子呢 and why is it that sometimes we're living life aimlessly 甚至有的人会浪费时间 and sometimes we even waste our time 比如说最近啊 哇因为手机啊 越来越发达 and sometimes even today our phones are more and more advanced 哇有很多的智慧型手机 and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on your smartphone 所以现在很多人啊 都叫低头族啊就是低头 so now there's this group of people who just are looking down 啊为什么叫低头 so why is it uh why are you slouched 啊为什么低头呢 他低头看手机 why are they slouching because they're looking at their phones 早上睡醒了以后 when you after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第一个拿手机看看有没有信息 the first thing you do is you look at your phone and see if there's any mail 哦哦有信息进来了 哦回一下哦哦 这个是什么信息 oh i got some new messages now to respond 然后呢 每到每个地方在问 诶你的wifi是什么 and then every place you go you ask oh what's the wifi 哦我wifi哦 才能够上网 oh i have wifi now i can go online 哦才能够上网 才能够看我的social media 有什么信息 i can browse the web and look at my social media 哦然后看别人做什么活动 oh what activities you're doing 哦Facebook啦 Instagram啊 或者说啊很多很多的啊 whatsapp很多很多的信息 and you can get a lot of messages from Facebook whatsapp Instagram 这就是现在的手机 and these are the phones we have today 可是呢里面的信息真的有价值吗 but do the messages we get have any value 不一定 not necessarily 很多都是垃圾消息啊 a lot of it is just garbage 甚至有的是假的消息 and some of them are just fake news 所以我们今天啊活的生活 已经越来越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了 so a lot of the lives we don't really know the purpose of what we're doing 所以浪费很多时间 so we waste a lot of time 所以呢我现在一直在控制不要用手机 so now I'm trying to control myself and not use my phone as often 我不要被手机捆绑了 and I don't want to be bound by my phone 因为呢手机成为我的生命的主宰 because then my phone will become my master 而不是我啦 我应该是生命手机的主宰啊 可是现在倒过来手机变成我的主宰 I should be the master of my phone but now the phone is my master 所以呢我今天已经要好好的控制我的手机 so today I have to control my phone 那我们要如何来学习面对生命呢 so how do we continue to live our lives 我觉得圣经有一句话非常宝贵 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生命的每一天 which tells us how we can continue to face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七章 传道书 oh sorry Ecclesiastes chapter 1 第七章 chapter 7 不要挤好麻烦来 我的中文讲的比较快好不好意思 传道书第七章 Ecclesiastes chapter 7 第二节 verse 2 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7 verse 2 往朝商的家去强弱往燕人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better to go to the house of mourning than to go to the house of feasting for that is the end of all men and the living will take it to heart 看第四节 let's look at verse 4 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 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the heart of the wise is in the house of mourning but the heart of the fools is in the house of mirth 这里呢 传道书作者告诉我们说 往朝商的家去强弱往燕人的家 so here it talks about how we should go to the house of mourning than the house of feasting 因为在朝商的家 我们会得着智慧的心 because in the house of mourning we'll have a heart of wisdom 因为在朝商的家 会哀哭 会悲伤 because the house of mourning 然后会知道这个人已经离世了 and we'll know that this person has departed from the world 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得着智慧的心 but from this we'll have a heart of wisdom 因为我们会想 because we can think 今天啊他已经离世了 他可能是老人家 and they are they may be older 可能是80岁90岁了 maybe they have been they lived until they were 80 or 90 这已经活到够了 哦好了很老了 可以安息了 and they have lived such a long time that they can finally rest 但是我们还会觉得 哎呀他还是走了 有点还是会想念他 but once they leave this world we might miss them as well 可是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商 你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but if you go to the funeral of someone who is around 30 哇那你会觉得 怎么这么年轻啊 就离世了 then you might think oh this person was so young and they left this world 哇会觉得说好可惜啊 you might think that it's so pitiful 那所以会想想 那有一天会不会轮到我呢 and at one day will it be my turn 啊因为有可能我也会死亡 啊 because that someday some day i might die as well 啊如果我死了一样躺在棺木里面 and if i die i'll also lay there in a coffin 那么我就跟这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了 then i have absolutely no relationship with this world 那个时候我的灵魂要去哪里呢 and then at that point where will my soul go 啊这就是生命死亡的时候给我们的思考 啊 this is what will reflect on uh uh with death 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智慧的心 and then we'll have a heart of wisdom 因为我们会想 我还活着呢 我今天要如何善用每一天的时间 啊 because while we're still living we'll learn to treasure every day of our lives 有一天啊一定会轮到我 我一定会躺在这里的啊 one day it will be my turn and i'll be laying there as well 所以今天我还活着的时候啊 我要如何把每一天呢 过得更有充实一点 so today while i'm living how do i make my life more spend my time wiser 因为呢死是重能的结局啊 because death is the end of people's life 所以活人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so we as the living must put this in our hearts 那这样我们才会得着智慧的心 so that we can have the heart of wisdom 当然我们就会开始想 啊有一天我会死亡 and then we might think oh one day i'll die 可是我们不是悲观啊在过日子 but we aren't living aimlessly 啊不是悲观的pessimistic 而是很乐观的来对待每一天 but optimistically we view each day 因为每一天啊还活着 我感觉是我有希望 because every day we live that we have hope 所以呢传道书又有一个经文说 活着是生命代表希望 so in Ecclesiastes it talks about how as we live we can have hope 因为死去的啊 因为活着的狗比死去的狮子更强啊 because the dog that is living is stronger than the lion that is dead 因为狮子虽然是百兽之王啊 这个狮子很有力量 because even though the lion is the king of the animals and has a lot of strength 但是他死了 but they're dead 所以死了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了 so once it's dead it's uh there's no use 虽然哇狮子他是很好像很强壮 很有力量可是他死了 the lion might seem very strong but it's dead 虽然狗啊是很卑贱的 人家不要的 even though the dog might be very strong and people don't want it 这里的狗啊 我们要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狗啊 才会知道这个狗啊 真的在当时候的人来看是很卑贱 很很不要用的一个动物啊 we have to use the biblical perspective to see dogs and at that time a lot of people didn't like to didn't like dogs 跟今天的狗不太一样 今天的狗都是宠物 and the dogs today are all pets 啊家里有一条狗 哇好像宠物一样还跟我一起睡觉 today oh we have a dog they also they're a pet and they sleep with me 那今天的狗就很有价值 and the dogs today have a lot of value 可是呢 以圣经里面的狗是很没有价值的 but the dogs in the bible had no value 啊因为那时候狗是很卑贱的动物啊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y were very lowly 但是虽然它很卑贱 but even though they were very lowly 但是它是活着 啊它可以跑 啊它可以帮我们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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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然后狗可以陪我们玩 啊and the dogs can play with us 哦所以这个狗是活着 啊so the dogs are still living 它是很有价值 比那个死去的狮子更好 啊and they are still living and they are better than lions 所以今天我们还活着 啊so today we are still living 我们要好好地把握每一天 and went to treasure every day 因为纵使我好像狗一样卑贱的 可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活着 so although I'm lowly but as long as I'm alive 因为我活着我就有生命的价值 so although I'm lowly but as long as I'm alive so although I'm lowly but as long as I'm alive 因为这个生命是神给我的 啊because this life is given to me 那我要努力地把今天把它做出 更有价值的事物来 so I have to try my best to live a life of value 那么我们说哈人总有一天会离开世界 啊we say that one day all humans have to live the world 那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人虽然死了 可是好像没有死 好像还活着的呢 so how then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this person who has actually left the world still lives in our heart 因为她的爱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一个姐妹哈 她就是这样死了以后得到众人的纪念 so let's look at an example in the Bible a sister who although she has passed away still lives in the hearts of men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 这里讲到有一个人 她非常有爱心 一个姐妹她的名字叫多家 我们看第九章三十六节 第九章三十六节 在约帕有一个女的信徒 名叫大彼大 翻希腊话就是多家 她广行善事多师周记 三十七 当时她生病死了 有人把她洗了 停在楼上 三十八 旅大远与约帕相近 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 就打发两个人去见她 要求她说 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担言 39 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 到了便有人领她上楼 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 拿着多家与他们同在时 所做的礼仪万一 给她看 四十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 就跪下祷告 转身对着死人说 大彼大 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见了彼得便坐起来 四十一 彼得伸手扶她起来 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 把多家活活地交给他们 这里说到有一个姐妹呢 叫做多家 那她非常有爱心 她广行善事啊 然后洲际穷人 特别是对寡妇的照顾啊 特别是对寡妇的照顾啊 她为寡妇做了很多衣服给他们穿 可是有一天她生病了 她就死了 但是她的寡妇们却非常想念她 所以他们去找彼得来 希望彼得来为她祷告 当然啦 这就是只是一个希望 但是不知道 真的能够复活吗 后来彼得来了 啊 就真的跪下祷告 然后就对着多家 啊 大彼得起来 结果这个人呢 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哇 所以大家都很欢喜快乐 所以主耶稣啊 借着彼得行了这件神经 啊 主耶稣啊 借着彼得的手 行了这件神经 让这个多家从死里复活 所以很多人都来相信主了 可是呢 我想有一个更大的属灵的教训啊 就好像这个多家 虽然肉体死了 啊 但是她的灵 她的 她的好的那种爱 还是活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众寡妇都舍不得她的离世 虽然她死了 但是她的 她的那种形象啊 好像还活在大家的心里面 所以后来主耶稣让她复活 当然这个复活也是短暂的 有一天她还是要死亡 但是这个复活有一个更好的属灵的意义 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啊 她虽然死了也不是消失 而是活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生命的长度更长呢 刚刚我们讲以诺就是与神同行 所以与神同行 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啊 活到更久 活到永远的生命去 那第二个就是要数算自己的日子 让我们每一天都过好的生活品质 那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很长 可是不是数字上的长寿 而是在生活品质上是很有价值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多家就是有爱 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久更久 而且活在人的心里 所以一直到现在呢 我还记得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好像还跟我活在一起一样 所以我都还记得我爸爸曾经教导我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我小时候啊 我很喜欢吃东西 大家都知道我很爱吃 而且我爱吃到什么地步呢 每次吃水果一定要两颗 如果是苹果要两颗苹果 如果橘子一定要两颗橘子 所以我每次吃东西都两颗 我喜欢我两只手都有东西 有一天我爸爸就教训我 太坎心 一定只能拿一颗不可以拿两颗 如果你在拿两颗我要打你的手 如果你在拿两颗我要打你的手 如果你在拿两颗苹果 一刻我会打你的手 我会打你的手 我会打你的手 所以我就知道 哦 原来人要要节制 不可以贪心 所以从那时候 我每次只拿一颗 一直到现在 所以这是我爸爸对我的教导 叫我不可以贪心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爸爸好像还活在我的心里面 那我对我妈妈也是很怀念他 我永远记得我妈妈跟我讲过一句话 有一天啊 我生病 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六年级 他说妈妈我生病了 你可不可以骑脚踏车带我去看医生 我妈妈跟我说 不行 你长大了 你自己骑脚踏车 自己去看医生 我陪你 我也骑脚踏车 你也骑脚踏车 我们一起去看医生 你已经长大了 你不可以再让妈妈载你了 因为你已经长大 那一天我突然觉得 我长大了 我自己要学习照顾我自己了 所以这就是妈妈给我的教导 所以我从那时以后就不是做妈宝 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我不能再依赖妈妈 所以就是妈妈给我的教导 所以到现在我永远记住 妈妈跟我说 你长大了 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虽然肉体上 他们已经不再是瀉上了 可是他们好像活在我的心里面 所以我有时候做什么事情 你会想到我爸爸妈妈给我的教导是什么 所以他们今天活在天上 但是他们也活在我的心里 所以就就是他们的爱 永远地保存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所以我很感谢神 我们的生命要这样子 才能够达到很长的长度 那到最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也不会有遗憾 也不会有后悔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因为我们知道将来要去面对神的审判 我没有害怕 因为我们是坦然无惧地来面对神 甚至我们也会像一首诗歌说 无愧见主面 这就是我们面对生命的最后一天 也是坦然无惧的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 主耶稣会带领我们人生的脚步 让我们能够活到最长的生命 但是不是数字上的长度 而是按照生活品质来讲是最长的 我想我们最后再一起跪下来祷告 求神带领我们 还有一朝星期天的灵恩会 还有布道会 求神带领我们 还有灵恩会还有布道会 这些圣工 传道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祷告的方式 我们现在要祷告 我们祷告第一句话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然后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反复地念这句话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向神祈求圣灵 或者是我们任何的困难可以告诉主耶稣 主耶稣都会听到我们的祷告的声音 祂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就会知道神跟我们同在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跪下来祷告 现在我们会靠下来祷告 祷告 祷告